就到这儿来了 又来找你的好朋友了 你别生气 毒宗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我在想 应该是配药上出了问题 顾七少是药鬼谷的谷主 食变天下草药 有他帮忙 一定施斑功倍 你就这么信任他 你放心 毒宗的事情事关重大 我绝对没有透露半分 我只是让他帮我配药 你就别生气了 下次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跟你商量 如果我再惹你生气 你就罚我 如何罚 你是秦王 想怎么罚都行 那如果我不是秦王呢 那你也是我夫君啊 当初的事情 是我害你差点暴露了身份 你跟母妃怪我 我丝毫无怨 我丝毫无怨 殿下 殿下没事就好 那个 殿下 我还有事 我先出去了 你在这儿等我 你等着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不是让殿下在房间等我吗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房间里太闷 想出来透透气 今天是殿下的生辰 祝殿下长命百岁 我自己都快忘了 我这个生辰了 你又怎么会知道 是宁静告诉我的 其实这个我早就做好了 本来打算一个人在这里给殿下过生辰的 没想到你来了 过去的事无需再想 以后你每一年的生辰 我都会陪你一起 可惜啊 今天没有星星 不过你看 这里这么多的萤火虫 上次谁说过 若我不高兴生气 就要让我罚他的 今天是你的生辰 你先怎么罚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优优独播剧场 那我还是要看看 被带到正中间 都不想工区 再优优独播剧场 我真的说过 我真的想要 没用 你带一个人 领悟 日子 有一个人 优独播剧场 七少 你在看什么呢 龙妃也走了吗 她和韩芸汐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早餐我给你准备好了 好 知道了 你还生气呢 你拿我家殿下性命开玩笑 我能不着急吗 那是你笨 这话都信 你 我就不吃了 谁让你在里面下面下毒 那你不吃算 你做的 那当然 怎么样 手艺不错 尝尝我新酿的酒 味道如何 还会酿酒呢 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那是好喝还是不好喝啊 还不错呢 就是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启禀父皇 昨夜 安插在秦王府的探子来报 有两个黑衣人 深夜偷偷从秦王府溜了出来 然而可惜我们的人 在药鬼谷附近更丢了 这两个人 极有可能进了药鬼谷 这药鬼谷毒气弥漫 贸然进去 恐怕九死一生 所以儿臣已经派人 在药鬼谷附近 严密谦是一切进出的人员 知道了 有事即时通报 遵命 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 也不是为一个 关押疯子的好地方 好 治疗癫狂 抑症的药丸治好之后 由于药草之间的作用 按理说应该是灰恶色 虽然我做的颜色差不多 可是药效却完全没有 这个呢是需要一段时间 我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要多久 你这么着急啊 治病救人的药当然着急了 再说也不好耽误你啊 你是着急离开药鬼谷吧 这里毕竟不是秦王府 殿下老待在这儿不太方便 好伤我的心啊 有用的时候求人 无用的时候踢走是吧 我也想在这儿多待几天 但我就是怕你跟殿下老这样见面 容易吵起来 他是什么性格啊 你是知道的 你再好好地想一想嘛 好好想想 又是好好想想 话都不能一次说个清楚 算了 还是一说好 什么疑难杂症都能从里面 找到解决办法 龙脑神曲金箔 这些都是治疗疯癫的药 看来 毒宗就在龙非夜的手里 但是她们可以